马铃薯为何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 每周平均吃上5到6个马铃薯 患中风的危险性可能会减少40% 在一项权威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马铃薯和其他含量丰富的甲元素的食物 比如说香蕉杏桃 这些都能够减少中风的风险 而且没有副作用 甲在人体中主要分布在细胞里 可以调节心脑血管的正常收缩功能 具有着抗动脉拙样硬化 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功能 马铃薯就是我们说的土豆 它又有地下苹果的美育 营养非常丰富 常吃可以有益于健康 马铃薯又有降血压的成分 可以使周围血管舒张血压下降 有利于减少中风的风险 但是一定要注意 储存的时候最好不要暴露在光线之下 吃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不要吃发芽的土豆 而且把皮上的那种发绿的部分 一定要给它切掉 我们经常特别爱吃的醋溜土豆 为什么 加点醋烹饪以后 可以降低它的毒性 一定要记住吃的方法 最好是用清蒸的方法 最忌讳的就是用油炸的方法 血管堵塞告诉你一个方法 血管就会慢慢的疏通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在开始讲解之前 和大家说说心里话 别人随便发一个吃吃喝喝的视频 就能有十几万的点赞 我精心整理的这些科普视频 怎么就很少有人看呢 我平时工作也很忙 但是为了让大家少走弯路 少花冤枉钱 再累 我也觉得是值得的 多么希望国人能够建立起正确的医疗健康观念 俗话说 治疗三分靠药 七分靠养 咱们疏通血管呢 不仅仅是要依靠药物 通过饮食来调理血管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只有胃气得到了保护 吸收营养物质的能力才能增强 排除废物的能力自然也就变强了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舌苔 如果你的舌苔又白又厚又腻 那就说明你的脾胃运化失常了 如果运化失常就会产生水湿 弹湿就需要好好的把脾胃的功能强健起来 以便更好的增强脾胃吸收的能力 那各组织器官的营养才能得到充分的供应 血的成分才能正常 你去测指标签才能有一个好的正常值 要想让血管变得更好 一定要改善饮食习惯 同时要戒掉高盐高糖高油这一类的食物 这些呢都是保护好我们脾胃的关键 如果你也有关心病 血管堵塞 血管的狭窄 颈动脉的斑块 心梗脑梗 支架术后 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希望你在这里都能慢慢的得到解决 血管堵没堵 默默这四处就知道 马上自测起来吧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在对身体进行这四个方面的检查 就帮助你自测血管是不是健康 第一个部位就是耳朵 耳唇上如果有皱纹的人 动脉造影检测90%以上 患有关心病 虽然不是百分百 但如果你耳唇上有树纹 你就要自己注意一下了 第二呢就是在腿上 下肢的血管病呢 是有一定发展过程的 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症状 或者是轻微的症状 这时候检查可能没有异常表现 但随着病情的加重 逐渐就会出现间歇性的裹形 或者出现腿痛脚酸容易疲劳 休息以后能得到缓解 进一步的再发展 就会出现血管的疼痛 静止的状态下也会产生疼痛 尤其是在夜间疼痛的比较明显 第三个部位就是腹部 肥胖呢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 像糖尿病中风的风险 也会加重全身各器官的负担 胖不胖不能只看体重 还要看腰围 腰围是最敏感的预测 高血压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的疗忘口 大家可以用皮齿在肚脐上下部超过 0.5到1厘米去测量一下 如果是特别胖的人呢 就选腰部最粗的这个部位 水平着绕一圈 中国男性平均小于要85 女性要小于80 如果超过这个范围 就是腹围的超标 第四个部位就是足背的动脉 如果血管健康的情况下 将手指轻轻的搭在足背的动脉上 能感觉到它的跳动 有些人呢就摸不到 或者是感觉脉搏跳动的很缓慢 没有力气 这也说明了你的血管不好了 身体出现了六种症状 可能是血栓来袭 临床数据显示啊 大约90%以上的血栓 是在生成的时候啊 没有明显的症状 脱落的时候也是悄无声息的 因此呢很容易被忽视 不过呀我们还是可以从身体的一些 蛛丝马迹中尽早的察觉血栓的存在 现在点亮小红心跟着我一起自查一下 第一腿部的肿胀 如果出现腿部的肿胀 站立的时候有沉重的感觉 走路的时候疼痛感加剧 可能是下肢身静脉的血栓 下肢身静脉呢 是下肢血循环运输的主要通道 一旦堵塞了血液无法顺利回流心脏 就会引起下肢的肿胀疼痛 第二手脚的无力 四肢的麻木 位于身体末端的手和脚 它容易因为供血不足而出现发麻 包括舌头嘴唇这些部位 也可能会感觉到麻木 堵塞严重呢 还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托形 也就是在行走的过程中呢 会突然感觉到腿和脚没有力气 发麻不能够继续往前走了 第三短时间内会突然出现 说话不清楚 感觉会流口水 第四胸闷胸痛 血栓容易堵塞着心血管 可能会引发胸闷胸痛 严重的呢甚至会造成心梗 第五突然的头晕视线模糊 当脑部存在着血栓时 大脑供血不足就会导致头晕 视网膜供血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还可能会有视力的模糊 甚至出现几秒钟的失明 第六同样和脑血栓有关 那就是哈欠异常的多 打哈欠本身就是缺氧 供血的不足 临床数据也显示呢 大约80%的缺血性脑血栓患者 在发病前的5到10天 会出现哈欠连连的现象 即使睡眠充足 也难以缓解这个症状 就要注意了 逍遥丸巧搭配 树干里气散结 还能够调理全身气血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 男女都能用的 活血化鱼 输干里气的巧搭配 可以补气血 输干里气 让血管的堵塞呀 血管的斑块 动脉周洋硬化 血栓的人群 非常适合 有活血化鱼的作用 中医认为呢 血管的堵塞 颈动脉的斑块 血栓 这些形成都和体质有关系 大多数是因为你 先气血不足了 然后干淤气质了 导致气质血淤 再加上弹凝组织 最后凝结成结 在血管内形成了堵塞 我们都知道 只有流动的水 才不会结冰 换作我们身体啊 是一个道理的 那怎么才能让体内的血液 流动起来 不凝结在一起呢 输干里气的逍遥丸 搭配上活血化鱼的 血辅助鱼丸 这样就可以达到一个 既输干里气 又能活血化鱼 通经止痛 可以很好的改善 像头晕胸闷 两鞋类胀痛 等等这些 心脑血管的疾病 向血脂画斑块 分享一个忠诚药 大家好 我是赵宇浩教授 血脂的异常和动脉的斑块 是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的 重要危险因素 高血脂会促进 我们的动脉血管壁 形成斑块 斑块形成 一方面会导致血管狭窄 一方面也会形成血栓 甚至可能会引发心脑血管的意外 所以降血脂和消除斑块 对于保护心脑血管 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从中医角度上来说 血脂异常和动脉的斑块形成 是和血瘀 弹灼 这些因素相关的 所以条理的关键就在于 活血化鱼 去弹化灼 中医临床上有一个非常常用的 中程药 就适合血瘀导致的 胸痛 头痛 时间还特别长 不容易好 痛的时候像针刺一样 固定不移的位置 还表现出来有内热 烦闷 心悸失眠 急躁易怒这些症状 这个中程药就是 血腐猪鱼丸 它具有着活血化鱼 行气止痛的作用 而且呢 它不仅是改善了血瘀 导致的各种不舒服 还能起到预防 心脑血管病变的作用 但是在中医呢 也强调辩证论治 一人一方的治病原则 恶能治百病 这三种病 恶一恶就消失了 在中医看呢 饥饿是可以调理这三种疾病的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我这个视频 对你有实质性的帮助 大家可以点上小红心 关注我 这样你就可以 多了一个医生朋友 言归正传 哪三个病需要饿呢 第一就是胃病 注意说 脾是煮运化水湿的 当你吃的过多的时候 脾胃就被你累着了 功能就失调了 很容易就运化不良 出现了胃胀 胃疼这些症状 第二个就是失眠 你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 晚上吃了特别的多 肚子都撑得慌了 躺在那里 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想要改善这种现象呢 晚上吃七八分饱 甚至更少吃一点 保持着一点点的饥饿感 这样呢 不让胃不合 去造成睡眠不好 第三就是肥胖了 肥胖的人呢 现在很多 老坐那不动 体重就上来了 不仅影响了身材 还会引发多种疾病 像高血压糖尿病 高血脂高胆固醇 甚至导致心脑血管的疾病发生 所以啊 现在的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 这么多 很大一部分因素 都是吃出来的 要想远离疾病 就不要吃的太油腻 不要吃的太多 甚至古人说的 过五不食 你可以试一试 这样呢 不仅美丽了身材 又可以健康了身体 血压高的人 少做这三件事 避免发生心梗 脑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血压高的人呢 有这么三件事不能做 以免损伤血管 突发脑梗和心梗 第一就是 突然的用力摇头和跳跃 这个动作 如果你有高血压 尽量的少做 这些动作会引发你的血压 身高 加重了头晕 头痛 这些症状 很容易出现意外 那我们平时 可以循序渐渐的 慢慢的活动 做这些动作 不要一下子剧烈的去做 第二呢 就是避免洗冷水澡 冷水呢 会使血管急剧的收缩 也会升高血压 第三呢 就是突然的用力 比如说便秘的患者 为什么一定要保持大便通畅呢 他会用力的排便 很多的视力表明啊 这个情况下 就会容易发生猝死 导致了血管的破裂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避免以上这几点 咬牙也能防脑梗 这样的好事 你知道吗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今天来教大家呢 如何咬牙防脑梗 如果你也有血管堵塞 或者是血栓的问题 一定要经常做这个动作 咬牙呢 又叫做咬天门 具体的做法就是 把上牙和下牙 紧紧的合拢 然后稍微用力 都合拢以后再用一些力 一松一紧 咬牙切齿 咬紧的时候 要加倍的用力 而放松的时候 也不能分开啊 这样的方法呢 每天做上50次 可以很好地舒展 我们头颈部的血管和肌肉 加速血液循环 增加脑供血 让硬化的这个脑血管啊 逐渐恢复弹性 缓解悬晕 头痛这些症状 降低脑梗的发生风险 一般呢 坚持坐上两星期 我们血管堵塞的这些问题啊 就得到一定的环节 大家不妨都去试一试 脑梗后三多两少 记心间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脑梗的患者在问 说如果脑梗以后 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今天呢 就给大家解答一下 脑梗患者需要遵循的 三多两少的饮食原则 第一呢 多吃豆制品 肉类里边呢 最好吃鱼虾类 第二呢 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比如像西兰花 苹果 蓝莓 新红柿 第三呢 多吃一些杂粮 主食中呢 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杂粮 比如玉米 燕麦 蚁儿 红薯 黑豆 南瓜这些 粮少呢 就是要少吃蛋糕 点心 奶茶 这些高糖的食物 糖分过多会容易造成血液的粘稠 使血管堵塞 不利于血管健康 另外呢 要少吃咸菜呀 腌制品 这些加工的食品 辛辣刺激的食物 还有动物的内脏 这些都要少吃 除了注意饮食以外 还有规律的运动 锻炼 这样才可以促进 甘油三脂的吸收 并且把它们转化为能量 起到降血脂的作用 清扣这个部位 调气血 疏通经络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 身体很多的疾病都和气血不足有关 气血不足 甘于气质 气质就血瘀 再加上经络不通 气血充足了 百病就除了 反过来 气血如果不足就百病生了 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穴位呢 就是百会穴 百脉汇集的地方 能够通达阴经阳经的脉络 联系着周身的经穴 可以调理气肌的升降 使人体的气血阴阳 总体上趋于平衡 这个位置在哪呢 很好找啊 将你的两个耳尖 向上延伸到正中线的这个位置 这就是百会穴 轻轻的去扣击它 每天呢 多做几次 每次呢 多敲击几下 做完了这个动作呢 建议大家 最好呢 上下要平衡嘛 所以你的十个脚趾在底下呀 多做几个抓地的动作 这样就上下均衡 尤其适合于像血压高的人 上下平衡了 把血压还给调整了 这个穴位对身体的健康很重要 多看几遍 脸上突然出现这三道横纹 你的心脏正在向你发出警报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心脏出现问题啊 在脸上最准确的反应点 就是鼻根处 叫心脏色部 如果出现颜色上的变化 或者是有相应的一些皱纸 都可能会提示 有不同程度的心脏疾病 心脏色部这个地方呢 一般会出现三道皱纸 一道会在这个地方的上方 一道呢 当然在中间 一道呢 在它的下方 这么三道 如果三道全部都出现的话 它代表了你的心血管呢 有堵塞的情况 50%以上 大多数会是这个几率 如果心脏色部这个地方 出现了颜色的变化 也暗示着疾病啊 正在发生 比如说出现苍白色 属于心气虚 蛋白色属于心血虚 这个地方如果出现黄色 而且还有很污浊的这种光泽 是代表着有盘浊 往往肥胖的病人呢 会出现 如果心脏色部这个地方 出现青紫色 代表着心脏的淤血 就很严重 如果不及时的疏通 往往会堵塞动脉血管 出现心脚痛啊 心梗这些情况 学会头上的三个动作 每天只要十分钟 预防心梗和脑梗 每天需要十分钟的时间 你就能够疏通全身的血管 不出一个星期 身体就会有明显的变化 你还不来学一学 今天就教大家这个动作 可以让血管变软 恢复弹性 避免发生堵塞 动作呢 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大拇指啊 按揉两侧的太阳穴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也可以用手啊 从头至头后面 到预诊 到这个颈椎这疏通 用手按揉到后面 也可以用这个梳子 给它从前往后这样疏 尤其是疏到后脑勺这儿 颈部这儿 多用力的去疏通它 这是第二个动作 第三个动作呢 可以用我们的手啊 撑拉耳朵 向下拽 向上拽 总之呢 把耳朵这个血液循环 给它畅通了 也可以用上我们的工具 给它按揉 这些局部的穴位 包括我们曾经提过的 一风穴 包括上面的这些经脉 给它顿通了以后 就可以改善我们 全身的血液循环 这些动作呢 能够帮助我们打通血管 预防心梗和脑梗 你学会了吗 移密度质蛋白 不是拼命的吃素 就能降下来的 首先得做好这件事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门诊上呢 会遇到很多 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低密度质蛋白啊 明显的升高 这对心脑血管的健康 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低密度质蛋白升高的原因呢 是比较复杂的 不良的饮食习惯 遗传 生活方式 所有这些因素 都会导致它上升 而且呢 有的人 即使吃素 也没有办法 有效的降低 它的数值 这可能就是与 遗传和自身代谢机制有关 低密度质蛋白的管理啊 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 首先要了解自己的身体代谢状态 寻找到升高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脾胃运化的失调 还是因为干气的淤结呢 然后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调和脏腑的平衡 改善血液的循环 提高自身代谢的能力 这样才能够把该代谢的血脂啊 统统的代谢出去 血脂呢 自然就降低了 其次啊 为了确保均衡的饮食 避免过多的饱和的脂肪摄入 进行适当的锻炼 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才是降低密度质蛋白的关键所在 年龄超过50岁 多吃这三样东西 第一啊 是高甲的食物 特别适合整天感觉全身乏力 没有精神的人 另外呢 甲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 调节血压 建议呢 大家每天吃一根香蕉 这是补甲的一个方式 第二 高钙的食物 钙呢 是上了年纪的人 一定要补充的营养物质 适当的补钙 让你的骨骼健康 但是不是说补钙呢 就是吃钙片 钙的主要来源啊 从食物里边 豆类啊 蔬菜类 特别是芝麻酱的钙含量 远比豆类和蔬菜要高得多 吃10克的芝麻酱就相当于 吃30克的豆腐和140克的大白菜 所含的钙 也可以多吃一些豆制品 第三 高蛋白的食物 多补充蛋白质 可以增加身体的免疫力 建议大家呢 每天至少吃一个鸡蛋 鸡蛋怎么好吃呢 可以水煮 可以用开水冲鸡蛋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又被称为叫猪雀汤 在我另一个视频里边 给大家详细的说 它该怎么做 找到那个视频以后 你可以在家试一试 吃上一段时间 既保护了胃 又可以增加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脑梗以后能否恢复正常 取决于以下这些因素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脑梗呢 是常见的脑血管疾病 能够彻底治愈的概率呢 究竟有多少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聊一聊 第一跟堵塞的脑血管的大小 粗细有关 也就是说脑梗的面积大 恢复起来就困难 如果血栓仅仅堵塞的是微小的血管 缺血的脑组织面积不大 可能患者呢 仅仅就出现了头晕头痛 肢体的麻木 或者活动不利 言语不利这些情况 就能够很快的恢复 第二脑梗发生的部位不同 所对应的症状也不相同 比如说发生在小脑部位的脑梗 主要就会影响到人体的平衡功能 可能四肢活动呢 还可以 但是站起来就站不稳 走起路来以后呢 觉得往一侧方向去倾斜 这个也是脑梗的后遗症之一 第三呢 要看脑梗是新发的还是再发的 有很多的病友都有经验 第一次得脑梗很容易恢复 而且后遗症比较轻 如果多条的脑血管都被堵了 治疗的效果就会受到影响 后遗症也会越来越明显 第四跟治疗相关 临床上患者治疗越早越及时 治疗的效果肯定就越好 在发病的24小时之内 采取合理的治疗方案 后遗症就会小一些 但是如果超过了这个时间 恢复的程度就要慢一些 除此之外 能够及时的救治 再配合积极乐观的心态 和科学的康复训练 治愈的可能就会大大的提高 血脂高到什么程度 需要吃酱脂药呢 记住这三个数字 不少朋友问啊 说血脂高到什么程度 需要吃酱脂药 这个话题在以往的视频里边呢 也反复的说过很多次了 但是呢 依旧会有很多人询问这个问题 今天就给大家一次性的讲清楚啊 对于血脂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三个数字 分别是4.9 3.4 2.6 当然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4.9 当你的低密度脂蛋白 要高于4.9毫模每升的时候 不仅需要控制饮食 坚持运动 还需要吃药 第二个数是3.4 如果你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数 在3.4到4.9之间 没有任何的心脑血管的疾病 也没有斑块 这个时候呢 你就应该积极控制 不健康的这些生活习惯 比如说肥胖啊 吸烟啊 如果控制三个月之后 这个数仍然是高于3.4毫模每升 那就需要吃药 第三呢 就是2.6 如果你的低密度脂蛋白 这个数高于2.6毫模每升 同时呢 有糖尿病 或者是高血压 就需要吃药 如果有关心病 心梗 这些心脑血管的疾病 无论你的血脂多高 都需要吃药调理 而且需要努力 把你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数 控制在1.8毫模每升以下 以上呢 就是降止药的正确用法 屏幕前的你 用对了吗 血脂高了 光吃药可不行 教你三招 不用怕 降低血脂也不难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现在呢 高血脂是越来越常见 今天就教大家三招 能够帮助你更好的降低血脂 科普不易 大家点亮小红心 让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前段的时间呢 接诊了一位患者 是广东的张女士 今年呢 五十四岁 这两三年以来啊 她一直都是头晕 头疼 记忆力也减退了 还会有 全身都不舒服 胸闷 心悸 觉也睡不好 在报告上就显示了 她的低密度是四点七 结合着她的舌 舌下呢 有淤斑 舌呢 是淡的 胎白 辩证呢 是属于气虚血淤 痰淤组织 除了给她补气补血的这些药以外 还要化痰去淤 这样呢 综合起来治疗 特别是告诉她 在生活上 要坚持以下这两点来配合 第一 就是要坚持低脂 低盐 低糖的饮食习惯 多吃一些蔬菜 水果 多吃粗粮 第二呢 就是要适当的运动 比如说慢跑 快走 拔断紧等等 就这样呢 她坚持了三个月 症状明显的 她改善 在医院去复查 低密度质蛋白 数值的时候 开心的看到了2.5 大生四个突然 当心脑出血 中老年人必看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脑出血呢 起病非常急剧 病情凶险 死亡率非常的高 所以呢 越早诊断脑出血 越早治疗 预后就越好 今天呢 告诉你脑出血的前期 四大突然症状 第一 突然的剧烈头痛 头痛通常是脑出血的首发症状 一般位于出血的一侧 而且长持续性的剧烈的头痛 第二 突然的呕吐 这种呕吐呢 呈喷射样 和饮食关系不大 这是由于脑出血以后 颅内压升高导致的 第三 突然出现肢体的活动不利 或者言语不清 半身肢体活动不利 或者麻木 舌根僵硬 口齿不清 这些都是脑出血患者常见症状之一 第四 突然意识不清 昏迷 呼之不应 有的时候呢 能叫醒 但是呢 又很快昏睡过去 如果出现了以上情况 一定要拨打120 送医院去做检查 越早诊断 越早治疗 预后就越好 脑梗二次复发 注意这三点 尤其是最后一点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平台上很多的朋友问 为什么脑梗会复发 今天就跟大家来讲一讲 视频不长 希望大家可以看完 第一呢 就是有些患者 医聪性不高 医生说要吃药 但是呢 这些患者他不重视 或者是私自停药 还有呢 就是断断续续的吃药 这样的都非常容易中断药物 对血栓形成的抑制作用 第二就是脑梗以后 依然存在着不良的生活习惯 比如说熬夜 吸烟 酗酒 这些就会增加脑梗复发的几率 第三 初次脑梗的患者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 如果出现了单眼或者是双眼 迷过性的黑蒙 恶心 呕痛 头晕 平衡困难 这些问题 一定要引起重视 及时到医院就诊治疗 因为这很可能是复发的信号 及时发现 及时干预 可以阻止复发的可能 血管堵塞 告诉你一个方法 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 今天给大家说几句心里话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从今天开始 录著平台给大家做血管堵塞疾病方面的科普知识 在这方面的治疗40多年 通过中医药的方法解决疾病的痛苦 对于血管堵塞的病人在门诊上经常遇到 多数是因为气虚气质血淤干预等等 这些造成的颈毒脉斑块 希望在平台给大家做一些时事 为大家发布更多更有用的科普视频 大家可以点上小红心多看一看 我往期关于血管堵塞的科普视频 血管堵塞不用怕 牢记三点 不用去医院也能通血管 先别滑走 不管你的血管是堵了5年10年还是20年 不用再过分的担心了 也不要再到处求医问药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宇浩教授 从医40多年门诊见过太多被血管堵塞折磨的 苦不堪言的患者朋友 也深知大家都不容易 虽然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为我的视频点赞 但是哪怕只有一个人支持 我都会觉得腾出时间来为大家做讲解 心脑血管的健康科普是有意义的 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我也会继续坚守这份初心 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可靠的医学科普知识 回归正题 我们说三分治七分养 养护的重要性 大家千万不要忽视 首先就是要少吃油炸类的食品 它们会使血中的胆固醇浓度增加 血管堵塞的风险就会加大 第二就是戒烟戒酒不熬夜 这三个不良嗜好都会导致动脉硬化的进一步加重 尽量不要去做 最后呢 就是要注意情绪的管理和调节 少生气 不生气 其实情绪不好 对血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长期的焦虑 抑郁 压力过大 可能就会引起血管过度的收缩 症软 时间久了 就会造成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 进一步呢 就加重了堵塞的几率 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乐观 积极向上的心态 对于养护血管至关重要